哈喽 亲爱的大家 赶快看过来哦 现在我们在哪里呢 就在桃园哦 很多人许愿要开的饭店 可以看到的话呢 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楼层的介绍哦 现在呢我们是在地下室 在台湾美食总会这边地下室 它的停车场呢 总共有分B1 B2 有两层楼 那地下室B1这边呢 除了停车场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台湾美食的一个总会哦 那总楼高有七楼 有七层楼这样七层楼 它又分成两区 一区是住宿区 那另外一区呢 就是名人殿堂另外一区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有关于棒球的东西 在另外一个圆球球体的那一边 那个会跟大家再陆续做介绍 那现在呢介绍的是地下B1 B1地下一楼的台湾美食 美食总会哦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因为你在五星级饭店里面 你竟然可以吃到夜市的铜板美食 我们可以吃到铜板美食就在B1 名人堂的B1这边 那如果呢不想吃铜板美食楼上的餐厅 待会跟大家做介绍 他们这边吃的太多了 那这一次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 这一次我们要开团的方案 要送给大家的就是双人的一个美食套餐 就是集合夜市的美食把它集合起来 然后做成一个双人套餐 那这个双人套餐呢价值了910块 现场如果买的话是总共加起来是910块 那这一次呢是直接送给大家双人套餐 双人套餐哦 不用跑出去外面了 进来这么好的饭店呢就希望大家在里面呢 好好的享受不要跑出去浪费的时间 那里面呢除了我们给大家套餐以外呢 当然你们就可以自由的点 当然可以自由的点 除了你们觉得吃不够的话呢 可以再看看菜单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吃哦 都是夜市的小吃 然后口味非常不错 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那现在可以看到等一下有团体要用餐 他们最新的上一次来我还没有看到火锅 他们先来一个火锅餐 大概就是290左右这样子 280-200左右的一个火锅套餐 也非常不错的选择 等一下有团体要用餐 虽然已经定了位置了 那可以看到它这边叫做台湾美食总会呢 怎么说它叫美食总会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公共区域 就像我们去吃饭 美食中间是大家一起吃饭的地方 那可是呢你去夜市呢 是不是一摊一摊一摊的 都会分开来做 那这边比较特别是它是大概公共区域 那不想做私人的话 它有户外的区域可以做 大家坐在这边呢 那美食呢 怎么来呢 有菜单让你选 夜市的美食 那看一下看一下 例如呢你不想吃什么呢 你可以先走一圈哦 可以看一下小吃摊位的橱窗 它把它设计成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橱窗 让你看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想吃的 然后呢再看一下菜单 然后勾选菜单之后呢 服务人员呢就把你的美食送上桌了哦 你也不用像一夜市一摊一摊的一摊一摊跑去 那一摊的坐下来不用 你只要坐在公共区域 你就可以吃到所有的夜市的美食哦 它非常的特别就像这样设计一摊哦 例如像第一摊哦 可以看到厨房的地方哦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做的时候 你点完之后也看他们在做东西 它这第一摊 它就写的哦 这样第一摊哦哦 那这第二摊 它每一摊每一摊东西呢 到时候你等我们现在在做 现在做什么呢 淡仔面 例如这个很明显就做淡仔面 那一碗面我看到淡仔面 很明显就是看得到他们在做东西 你都可以过来看他们在煮东西哦 完全是这样 透明的厨房让你看得到哦 然后这边是第三摊 你点的东西都是在这些地方煮的 每一摊每一摊 把你的美食收集到你的桌上去了 好你看你看这个是有关于炸的哦 炸的东西 有没有像这个是挖柜 看起来就知道挖柜挖柜的地方 一吹挖柜 好这边 我们看到这一摊呢 好这一摊呢 可能比较偏向于炸物炸类的 你看后面有在炸东西 看起来后面在炸那个咸酥鸡炸的 好那这边呢可以看到出来 这边第六摊 也是在也是在吹东西的 他每一摊每一摊的美食呢 都会到你桌上去 有菜单有菜单可以点 只要有点东西呢 那师傅就会出来煮东西了哦 你看这么多第八摊 哦像这个就很明显了 就是夜市的车轮饼 车轮饼也是这次我们会送给大家的 都是在这边做的车轮饼哦 他在做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是透明的厨房哦 第九摊 好那每一摊每一摊 你看都有师傅在里面在准备东西 只要有人点菜师傅就开始做了 好这边也在做东西 也是有人点菜就出现了 很忙他们这样子一摊一摊的哦 可是呢你不用像我这样走来走去 不用你只要坐在桌上 坐着就好坐着就好你的东西就会上桌了 像这个就看得到这个应该就是火锅的菜盘 还有这是炸果汁 有水果炸果汁的也是这次会送给你们的 有会送给你们两杯八十块的饮料 好你看我们现在这是户外的区域 刚刚是不是讲室内吗 那有的人喜欢做户外的话 这个是直接就在球体的下方 他是整个户外区域坐在球体下方哦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连过去 可以到我们刚才的座位区 中间可以穿过来 看这边可不可以开 没开 他这边关起来了 可能现在就单一出口 我们从另外一边好了 现在呢你们看到呢是在名人堂 在B1 B1的美食总会哦 那他这边B1的话也是有洗手间 要上洗手间就在这个方向 他就是这样刚好绕一圈 他洗手间就在这里 所以小朋友上厕所也很方便哦 吃一吃上厕所就在这边 好这边可以上 然后这边还有几间的卡拉OK 就在美食这边哦 美食的B1就可以上厕所的地方了 好我们绕过来这边 我们要介绍我们 今天我们要介绍就是 双人套餐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别人点的火锅 这是等一下有人团体 团体点的火锅 这是火锅 这是火锅 团体的火锅餐 现在要看的是 我们要送给你们的双人套餐 到底是吃什么双人套餐 来我们来比对一下 刚才我把菜单已经传给你们了哦 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吃什么呢 来来来 首先呢我们会送给大家 两杯饮料是价值80块的饮料 你可以任选饮料 可以任选饮料 有80块的饮料都可以选 那有多少饮料可以选呢 有这么多的饮料可以选 饮品的部分都可以选择 饮品的部分都可以选择哦 它最贵的饮品呢 你可以90块 那我们刚刚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点了两杯80块的 我们可以选择两杯80块的哦 那这两杯看得到的是 木瓜牛奶 现打的木瓜牛奶 两杯80块的 双人两杯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肉 肉掌 肉掌会送的一颗肉 肉掌 你看有料的很有料的肉掌 肉掌一个肉掌 双人套餐 煮食一个肉掌 不然呢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吃这个刚刚讲的蛋仔面 就这个煮起来就像这样子 蛋仔面 再来呢 虾仁 虾仁 虾仁煎 这是虾仁煎 虾仁煎要给大家 虾仁煎 有没有看到这个虾仁 虾仁虾仁完全看得到的 完全是真材实料的虾仁煎 中间都是虾仁 好 可以看到刚刚我们讲的是车轮饼的 我们也上桌了 车轮饼也上桌了 这两个车轮饼呢 双人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不用打架 一人一个双人套餐 有两颗的车轮饼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虾卷 这个是虾卷的部分 也是真材实料 有没有看到虾肉 再来呢夜市干嘛 当然就要再来点炸物的咸酥鸡啦 咸酥鸡啊 夜市美食咸酥鸡 我最爱的就是肉肉肉 我最爱吃的就是咸酥鸡 我爱吃爱吃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花生 刚刚有写给大家看的是那个 花生卷就是这个 再来呢饭后还有水果哦 我们看一下水果拼盘 水果拼盘有苹果 柳丁 番茄 芭乐 西瓜 这是水果拼盘 要送给大家是这一套 一整套的 这个是双人套餐 双人套餐 好 总价值的话呢 现场的总价值的话呢 他们是说910 910 910哦 对哦 现场买的话是910 910 现在呢我们这次方案呢 直接包给大家这个双人套餐 让大家呢不用跑出去吃饭了 就在里面吃这个双人套餐 刚才也有看到前面 他们现在最新的有火锅 那火锅的话有分哦 他们火锅的话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 他们一进来的话 其实都给一张叫做 台湾美食总会的菜单 这种总会呢 整个整个就把所有的 他每一摊的都搬上来了 你就不用一个个人跑去每一摊去点 你只要勾一勾勾一勾 就帮你送上桌了哦 例如说你看 我看到爱吃的啊 你看到没有 鸭肉120 三味拼盘160 然后鸡腿 鸡腿又有人多哦 那个鸡腿鸡腿 人的鸡腿是170 那像铜板美食呢很多这一页翻过来 另外一页呢都是铜板美食都是50块的 例如说刚才讲的那招牌的啊 蛋仔面啊50块一碗 肉羹呢也有啊 肉羹的话70块 都是铜板美食在这边 然后刚刚讲的 比如说包子类的 包子类也有一颗25块的包子 然后冰品的话呢 饮品刚才我们讲的饮品的话是 可以点80块的两杯 两杯的饮料可以任选这上面的80块饮料 还有冰品甜品也都有哦 粉圆冰啊仙草冰啊刹冰这个也都有 都可以做选择 所以这菜单是两面的菜单 我们把两面菜单浓缩成这个 我们挑了一些精华出来做成一个 他们所谓的两人的双人套餐部分 那我们直接呢用这个双人套餐呢 当成我们这一次这一次送给大家 开团的双人套餐 当成是你要吃下午也可以 你要吃晚餐也可以 因为只要他11点开始开 他这边是11点开始开 11点开始开你就可以来吃了 看你要吃晚餐或者是你提早到 你提早到 你可能先拿着这个券来兑换 先来兑换都可以 我们是在 对我们在桃园的名人堂花园大饭店 桃园名人堂花园大饭店哦 我们在名人堂花园大饭店 在这边在这边呢 吃V1V1的台湾美食总会哦 也就是说把小吃的部分 夜市小吃的部分搬来五星级的饭店了 他们非常特殊把美食 铜板美食直接在你的桌上出现哦 你不用一摊一摊去点 你不用一摊一摊去点 你看得到没有错他们在做 可是你不用站在他那边等 他帮你送上桌了 你只要这边勾一勾勾一勾勾一勾 他就送上桌了 那这一次呢 我们直接送给他双人套餐 如果吃不够 或者是我们带小朋友的人呢 我们还要加点的部分的话 就直接点这个菜单 菜单画一画点一点 你的菜就出现在这边了 就不用像夜市那样子 去守在那边等着 你只要轻轻松松 坐在这边就可以吃晚餐 吃午餐 看你自己选择 因为这个等于是 开始营业是11点钟 11点钟就可以开始点餐了 好嘿嘿嘿 我是建议大家 吃了晚餐之后呢 可以吃晚餐 吃晚餐 然后下午呢 他们还有甜点喔 上面呢 我最喜欢的是上面的泡芙 一个35块 蛋糕泡芙都很便宜喔 待会跟大家介绍 他们甜点的部分也很厉害喔 也很便宜划算 五星级出现35块的泡芙喔 还有呢 台大的非常火红的 三明治三明治冰淇淋 也会出现在这边喔 台大的 我们之前在台大的时候 就会买那个三明治冰淇淋 你不用去台大里面 就可以吃到好吃的三明治冰淇淋 在这边就可以买得到了 好 那还有再就是火锅 刚刚介绍的就是 你看他们前面有人在用火锅 那火锅的部分也可以加料 它是一锅一锅之后也可以加料 所以如果针对我们带小朋友的部分呢 我们除了双人套餐以外呢 你可以做单点喔 单点都是铜板美食 铜板美食不够吃的时候呢 没关系 还有火锅 你看它梅花猪250喔 松板猪420 雪花小肥牛的话290 都是外面的一般火锅店的价钱而已 可是你是在五星级饭店的V1吃的喔 你就不用跑出去外面折腾了 像它这个夹菜都是50块钱左右的 铜板的夹菜 铜板美食夹菜就可以加50块钱而已 在五星级的饭店里面 在这边悠闲的环境 吃着夜市的美食是非常特别的喔 那这次要送给你们就是这一套 这一套这一套 OK 那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会带着大家呢 来看一下房间的部分喔 他们呢今年的房间呢 跟去年房间有点不太一样 三人房的部分呢 全新改造的三人房喔 又不太一样喔 非常适合亲子的喔 我们省钱两大两小住三人房就好了 怎么住 待会跟大家做介绍喔 再来呢 我们还有特别东西神秘的东西 淑慧的小心翼会出现喔 继续跟着看下去 这边有一间名店 号称台北市排名第二名的名店 在这边出现了 淑慧呢 要送给你们吃名店的美食喔 我们待会继续看下去啦 OK 开动了 夜市的美食开动了 夜市的美食开动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今天在这边做了一系列的介绍喔 继续跟着我 我call你们的时候赶快来喔 OK 那我们待会见喔 待会见 拜拜